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东美教授的课程各两年 徐教授为人极严 受左转与史记 平常不苟言笑 对我却略为通息 方教授讲中国哲学史 为人谦和 颇受学生爱大 徐教授当年已七十岁左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曾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 后又赴美 获得威斯康生大学哲学博士 方教授教徐教授年轻十一岁 也获得同校博士 两位教授交往密切 徐教授经常在台北市 温州街十八项宿舍 邀请方教授晚饭后查聚 徐教授经常叫我前往视察 因得机缘 聆听各种教育界奇闻日事 与专业历史与中西哲学大要 都是在课堂上或者课本里面 找不到的珍贵内容 有好几次方教授提到 他有个不是台大的方外学生 虽然未出家 但是却有復兴中华文化 和弘扬宗教的大致 所以常常灌输他一些 中国愚色度的哲学思想 和西方的哲学观念 某一次还提到汤恩比讲的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并分析讲汤恩比讲的 要解决二十一世纪 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 非常困难 唯有孔猛学说 和大胜伏法 融合世界各种宗教 从教育上着手 只能黑境奇功 徐教授听到 也都非常赞赏 但是那位有志出家的学生 是谁 两位教授都没有提及 方教授特别加强地说过 那位学生如果出家 凭他的头脑 将佛家思想和语道哲学结合 将来必成高增 我于一九六一年 以全校第一名 由东吴毕业 并于当年七月 考入台湾师大国民研究所 第一年 有一门佛学研究的课 由巴胡天教授开设 因此对佛学略有关注 无课的时候 偶尔会去到南昌街的十普寺听经 想去尋找方教授讲过的 那位未来的高僧 当时听过百姓长老 和静心和尚的一些广经课程 回去台中的时候 也都去过宝角子参加了几场讲经活动 后来出国攻读博士 五年后回国 就在国立高雄师大 担任教授至今 多年来 我曾经去到北投 台北沿山 花莲 中台 高雄大树 大江山 阿廉和不少知名的高僧大德对谈 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方教授 留在我心目中的那位高僧 终于 正中学会的康老师 有一晚 带了三位同仁 找到我高师大的宿舍来 以后 胡总干事 又带了几位领导志工来访 要我到正中学会 讲授中国文字学 康老师 甚至两度来访 我深受感动 终于决定去台南授课了 原来 由1957 1958年起 一只想尋悟的那位佛学大师 到2017年 才因缘驱足地找到了 他就是方东美教授提到的 那位不知名的未来佛学高僧 静空上人 一甲子的时间 终于见到了 心中感到莫名的幸运和幸福 来到正中学会之后 先发现 静空上人比印象中的高僧 还要更高 平常谈吐和碍近人 而且缓缓到来 句句真诚 令人感动 他在电视上 和平常在讲堂讲经 都美美深入人心 上人的书法尤其值得收藏 他的笔足 自然灵活 原容而有心具美感 我曾任文学院长 创立音乐系和美术系 对书画审美颇有见地 经常见到他的书籍 绝不在看堂宋以来 大书家之后 佛学修为和内涵 早已经涵如 愚导思想于其中 值得世物深思 而宗教一词 以扩充为世界各民族的主要教育方针 颇有高僧大师的卓健 明末高僧 偶益大师自语 当时以容余悉道三教育一体 偶益大师被尊为正普第九祖 天台三十二祖 禁正空上人 除了应冠以第十四祖之外 更应冠以佛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第一人 因为他经常书写宋节将在 横渠先生一连 逐见其心志 念之在之 为天地立心 为生文立命 为往姓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此联前三句犹豫 天柱赖以尊 地为赖以立 上人早已在出家 1959年起逐渐完成 第四句之 为万世开太平 亦于前数年 在英国威尔斯三一大学 开办汉学院起始 同时 并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拼为特事 持续推动世界各国地区 以与佛道思想 联合十大宗教 共同团结 朝世界和平安乐 为发展方向 勇往迈尽忠 吾顾弱 毁哉正空上人 为当今万世开太平之第一人 欺盛欺言 上人 岂非现代之姓仁虎 周虎林简介 周虎林教授 江苏吴玄人 1961年东吴大学毕业 1962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国民研究所毕业 1974年 获菲律宾姓汤马斯大学 高级研究所哲学博士 曾从汪京昌 张敬 徐梓明 洪陆东 老实仙 洪公哲 张立齋 方东美 朱教授授业 先后任东吴大学 中文系讲师 菲律宾中正学院 客座副教授 现任高雄师范学院 国民研究所教授 住有太平天国与英法美的关系 孙子学术渊源与流燕 司马迁与其史学 以及单篇学术论文多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